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半部地区 今天都有局部的短暂雨出现 那么先从北台湾 今天先开始冷起 我们来看到今天各地的温度 北台湾今天的温度 大约落在13度 14度 现在清晨 高温也只有16度到17度 今天北部整天都是偏湿湿冷冷的 而到了入夜 中南部也会跟进开始降温 呈现一个渐进式转冷的过程 在中南部地区 今天跟东南部的低温 目前落在14度到17度左右 到了白天 高温回升到大约23到26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 但是入夜过后也开始降温了 里岛地区同样今天温度也是比较低的 我们来看到降雨部分 今天明天 白天主要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我们看到在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有局部的短暂雨出现 中南部山区 有零星的短暂雨 其他地区大部分还是多云到晴的 但是注意到到了明天周一晚间 到了周二 我们看到华南云雨区开始东移一入 全台基本上到了明天起 都有零星的降雨几率 体感上面呈现又湿又冷的情况 那么局部较大雨势 其中在整个影风面 基隆北海岸还有在东北部 这波寒流属于湿冷的类型 所以您会发现 周一周二这两天特别湿冷 加上低温 周一周二高山降雪几率最高 到了周一二 在北部1000到1500公尺高山 有望降雪 周二水气往南边再移 在花冬跟东南部 2500到3000公尺的高山 也有机会追雪 那么到了周三起水气减少 从湿冷开始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 要到周五过后才会慢慢的回温 我们进一步从温度趋势土来看到 从昨天开始 其实温度就开始慢慢溜滑梯了 这一波寒流正是从明天 周一开始影响我们 我们来看到明天的温度 明天到了东北部跟北部这边 降到只剩下大约7到9度左右 中南部只降到 晚间只剩10度左右 最冷的时间点 我们看到就落在周二跟周三 全台寒流笼罩 北部东北部整天气温只有7到11度 非常的寒冷 中南部的温度也落在9到13度 南部地区10到17度 同样感受上面都是寒冷 到了周四的清晨同样还是偏冷 真的要回温得等到周五过后 这温度才会慢慢回升 今天天气小丁宁提醒您 这寒流南下开始气温渐进式转冷 北东迎风面今天开始下雨了 提醒您西带雨具 整个桃源到云林沿海跟恒春半岛 离岛风浪也明显增大 随着东北季风增强 今天在高平地区 位于下风处空气品质比较不好 敏感族群也要特别留意了 来关心各地详细温度预测 我是方燕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燕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